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3月11号 上午的9点57分 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这个Plus项目方的 PSTL交易所的技术员 他给我的回信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还是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是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字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首先那个昨天 前天我们可以访问的 那个PSTL交易所的官方网站 47.75.1.112 今天已经不能访问了 也就是说今天突然因为某种原因 就被关闭了 我们就是说再也看不到 刚刚我们以前看到的 那个说我们很快回来的 那个消息了 被封闭了 好,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你看这个 我在YouTube上录的一段视频 Plus Token的网页设计的 技术项目能源介绍 那么今天呢 他给我回复了 他说的这么说的 I am the person whom you introduced 他回了一个 我说如果你和Plus Token没有关系的话 为什么你的email地址 会列在Plus Token的网站上呢 那个网站上留言 那个联系方式留的就是你的呀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址呢 是47.75.1.112 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它本来是叫做OTC场外交易 点Plus PSTO.EO.EX 对吧 那么为什么这个网站呢 突然之间又不能访问了呢 今天啊 你可以跟韩国和新加坡的警方 去解释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在追捕你 威胁他一下啊 就我们知道新加坡呢 幸福女神呢 已经报警了哈 那么相关的一些资料呢 他也会递交给警方啊 那么第二个呢 在韩国呢 也有用户去 看到这个线索去追查了哈 所以相信韩国那边呢 也会去找他啊 那么他可以去谈呢 他可以跟警方谈呢 对不对 如果他跟Plus没有关系啊 那么你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email 会在Plus的网站上呢 对不对 相信我们需要一个人 出来说话嘛 对吧 如果你真的没有关系 也好也很好啊 对吧 但是我希望他不要害怕啊 这个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啊 所以呢 还是那句老话 还是尽快开网啊 尽快开网是我们的诉求啊 啊 你这个躲呢 你这个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哈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对不对 啊 该干嘛 还得干嘛 还是要走正道哈 不要想着东左西长的 啊 这个今年是2020年了哈 这么高科技的 现在 你有照片 有人民 有简历 你说你还往哪里躲 对吧 啊 如果不是跟你相关 也是有人指使你去做这个网站的嘛 对吧 没人付你钱 你怎么可能会去做呢 是不是 所以还是正面回应吧 啊 那之前呢 今天他出来 给我在YouTube上留言呢 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啊 那么 还是那句话 我们也不希望你坐牢 对不对 先快想办法啊 跟利耀登 金正伦 赶紧说一说 赶紧开网 提币啊 这是我们的诉求啊 我们希望大家能合作共赢 对吧 啊 这是我们的诉求啊 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啊 谢谢大家